我做這個評論之前 要求自己不要動怒 不要發情緒 那其實是很難的 曹星成他憑什麼可以這樣子 他是說他那個騙子是要反映 中共攻台之前 台灣年輕人未戰要溜 然後有些網紅鼓勵說趕快去投降 金融混亂大家擠兌 黑道會搞第五中隊 所以這個時候他要反映台灣 戰前會有多亂 所以他後面一句 你不想保衛台灣的 請趕快離開 我第一個問 曹星成你有什麼資格 來質疑別人 有什麼資格要求離開台灣 你自己過去的紀錄 你有新加坡籍 你背叛過 對這個土地你根本不忠過 一個這樣的惡劣紀錄人 今天在那邊一直氣死說 不保衛台灣的離開 第一個我問說你憑什麼 第二個你能夠離開 我告訴你 今天台灣有多少人想離開跑不了 你以為離開台灣那麼容易嗎 你是來去自如 要變過來要變過去 你們身上資源錢多得很 海外到處都有房子可以住 今天台灣有多少人 就算他想離開 他口袋又去抬高 沒幾毛錢 你不是在侮辱人嗎 那些人跑都跑不掉了 你在那邊給人家質疑 你有什麼資格 客觀上從這個條件 第三 講不客氣一點 你真正開戰之前 你還在不在台灣那一剎那 都不曉得 搞不好你已經跑了 你現在太平沒事 你怎麼樣大聲 以止氣死 指責別人 施壓別人 真正開戰之前你在嗎 憑什麼保證 那很簡單 你把你所有的財產公開 全部放在台灣 接受大家監控 第二個 你那兩個兒子 你說人家問說他開戰 怎麼樣 他不會跑 叫他們先來去從軍 當職業軍人 職業軍人就不太可能臨陣脫逃 你展現你的決心 至於到時候你會不會跑 至少我現在聽你在講那種話 我要看到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 你要付出代價 而不是出一張嘴 再講一遍 你隨時來去自如 沒有人能夠擋得掉你們 你們今天有什麼資格在這邊 以止氣死 第四感 你既然這樣講 我呼籲全台灣的人 如果你想離開台灣的 你擔心的去找曹青城報到 要不然我來組織個 假設有十萬人 有人要跑到美國 有人要跑到加拿大 有人要跑到紐西蘭 曹青城已經發願了 說要離開了 請走 為什麼 他會成全你 不然你說這句話要說什麼 人家想走 走不了 你在那邊給人家施壓 講那種空話 所以曹青城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要走的人 找他曹青城報到 他一定成全你 他一定滿足你 該到哪裡就到哪裡 他一切中包 這才像樣 要不然你有什麼資格 可以在這邊講這種話 所以曹青城其實反映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一直在想說這個人 以前男的很 怎麼忽然間今天變這麼綠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講難聽一點 他講什麼第五重隊 好不好 你敢這麼樣講話不負責任 我暫時讓我自己一下 跟你一樣學不負責任 你會不會是老公派來臥底的 來這邊製造騷亂的 來製造糞亂的 然後到時候混亂的時候 你應外合 你今天憑什麼說別人 到時候不愛台灣會跑 再講一遍 你的紀錄很糟糕 第二個 你這個國家沒錢 何況你這個影片 說什麼他出資的 一看這邊拿補助 那邊拿補助 拿了一億多 好幾個單位 你看他都會做這種漂亮的 這個表面功夫 這種資本家平常都是嗜血的 然後對台灣說是搜刮 跑到新加坡的 今天忽然間搖身一變 在這邊給我們說 不愛不保衛台灣的離開 你這個是在保衛台灣 還是在傷害台灣 我再講一遍 要離開台灣的找陶清晨 曹清晨一定滿你的願 你要多少錢 他資產多得很 一定讓你能夠成全 要不然他講那種話 不是鬼話嗎 我不玩股票也不懂 這些股市起起疊疊 但是這個股市 今天這個台灣 油脂底下最多了 最強的一次 竟然一個重疊 那我們看到可能股民 可能哀哀叫 不應該幸災樂禍 但是我不禁在想說 那個成天高到24000多點 現在這一下 來回跌了4500多 好的時候 那些人蹭得到怎麼樣 我前一趴集中談曹清晨 我這一趴集中談謝金河 謝金河也是我非常討厭的一個人 我不懂這個專業 那你就好好談專業 問題是他搞政治 搞認知作戰 如果按照他的邏輯 台灣的股市會漲 就是因為錢從大陸跑回來 那現在台灣股市跌 那就表示按照他的邏輯 兩岸關係現在大好就對了 因為兩岸關係不好跑 而且反過來 兩岸關係是由始以來最好的 所以錢都跑了 因為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是謝金河不願意看到的 兩岸關係不好 是謝金河願意看到的 你不喜歡大陸 你那七萬兩岸關係不好 你就好好地做你的政治主張 他把它跟他的所謂專業 連在一起 跟股市連在一起 所以股市會好就是 錢都從大陸跑回來 那現在錢都跑出去是什麼意思 那是兩岸關係好嗎 謝金河人家出來講 結果這個時候他邏輯不一致 他說大樹殺來了 要看什麼指數 巴菲特怎麼講 什麼潮水退了 才知道誰沒有穿在這邊裸泳 你為什麼不邏輯一次 因為你搞不來 因為你把這個股市的漲跌 硬是跟政治意識型態搞在一起 你是個多糟糕的人 那你拿他跟前面的曹慶成比 說真的曹慶成一支吹 然後那個其實是反差太大 信用很差 而且他得機招彰 謝金河很有趣 他在台灣很多人信他 我還看他出來再公開發表聲明 罵我們的政府機關說 多少在他網路上 利用他謝金河 假借他謝金河 發布很多消息 再騙很多人說跟著他投資 他就很生氣在罵 說那個警政署抓得不利 一再去 他甚至要跟蘋果嗆 要跟臉書嗆 說你們不好好處理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因為他有信用 他騙得了人 他講起來跟真的一樣 更重要的是他搞不好 還很會撈錢 玩股市玩得很溜 所以這種人 其實比曹新城更有欺騙性 危害更深 這件事情 我就是一個不懂的人都知道 股市是啥玩意兒 更重要你不能看台灣股市 你要看全球 也不只是股市 全球現在就是金融大賬 那個資本是如何在操作 那個美聯儲是全世界最壞 最毒最惡的 可是在謝金河的心目中 那是標竿 天天拿他們說事 那些人在為惡的時候 那些人在收割 那些人利用金錢潮汽 到處在破壞這個世界的金融秩序 讓那些無知的股民 疊得頭破血流 傾家蕩產 你謝金河不斷沒有揭穿這種騙局 指出後面是多麼惡劣的一個賭局 而且是完全炸賭 而且是霸權炸賭 美國人在那邊撐要跟資本結合 你今天有良心 如果你有公信力 你應該指出這個 他不是他cover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如果你不知道這個 那你是不懂 你是夠無知 如果你懂你略過這個不講 那你這個人就是缺德 你不但不指出這個東西 你還把這個跟你的 台獨意識形態結合 跟股市的漲跌在那邊糊弄 你這個人實在是壞到幾點 現在一下子翻轉了 你直面問題 那個金融大戰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可以不把問題講清楚嗎 那你平常那個邏輯吹得很高興 股市在漲的時候 你看他不但撈他還得意得很 這為什麼台灣走大運 那你就錢財這麼多 股市這麼漲 那這幾天連續一直跌 你是什麼意思 台灣要走大煤運 倒大煤了嗎 什麼叫走大運 所以我說像謝金河這種人 跟曹青這種人 都是台灣最壞 最興奉的 最作浪 可是他們洋洋得意 名利雙收 跟權力結合 然後吃香喝辣的 這還有天理嗎 台灣老百姓醒醒吧 這個在奧運場上 實在是反映了台灣政治的扭曲 跟選手的無奈 我們想像一下說 如果這個林洋配兩個 都是認同台獨 主張台灣建國的 你想想看今天他們 在奧運場上拿了金牌 那會是個什麼樣的氛圍 台灣的綠色媒體 這些綠色已經吵得不得了 把他們奉為英雄 當然很不幸也很尷尬的是 看起來這兩位 應該不是認同台獨 什麼為台灣 台獨建爭光的 那這個地方就反映兩個 第一個是說 個人的政治認同 那為什麼在這個場合 他沒辦法自由表達 尤其是如果是認同中華民國 或者非台獨的 為什麼要特別受到壓抑 如果今天是台獨的 就算國際上受到壓抑 可是他至少在國內 忽然間變成英雄 憑什麼是這樣子 現在我們名義上 是中華民國 今天中華民國在奧會上 沒有辦法堂堂正正出場 至少妥協一個中華台北 大家尊重 在中華台北 代表中華台北出去 得了獎大家都高興 至於選手個人 你是藍是綠 你是毒 你是統 你是台灣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民國派 是不是個暫時不論 如果要論 應該大家都平等 應該大家都可以 我們不要講對外 是不是 要一致 對內本身 空間就不一樣 結果現在這兩個人 如果從他們父親 我們沒有聽到這個 王岐陽跟李洋自己本身 怎麼樣表達 他們對台灣的國家政治認同 至少我們從他父親的出身 李洋的父親 聽說他是蔣經國的精中衛士 兩個大概都有軍人背景 你可以推想 他們家大概比較是傾向藍的 當然兒子不見得跟父親一致 那就很關鍵 但不清楚的 因為以前他們表現好像不如綠的 就被出征 現在很 這一次又拿了冠軍 他們應該出來想 而且拿了冠軍最後打敗是怎麼樣 打敗的是對岸 中國大陸的選手 所以說這個綠的就很尷尬 一方面這兩個拿到獎牌 是吧 就楊媚吐氣 第二個這兩個不是純料的 純粹的台獨 那就不行 你可以想到 你看有些人在什麼 在那個金馬獎 或者什麼 領獎那些 出現他們綠色的時候 多麼的受歡迎 結果這兩個不是 但是他們又想沾光 然後在那邊製造神話 我都覺得是對運動員的不尊敬 你這運動就運動 這麼辛苦 你應該就是無條件之事 然後體育的歸體育 不是 就硬要把他扯來 為台獨的政治服務 結果這兩個 不能夠那麼如意的時候 就變得很扭曲 他們也沒有辦法 明確地表達他們自己的政治立場 然後更重要是 他們要代表的中華台北 不但在國際上被壓抑 在台灣島內 中華民國都被台獨淹殺了 是怎麼 誰在幹這件事情 所以一場比賽下來 他們兩個得了金牌 就把台灣內部這角 非常扭曲 不健康的 而且綠色獨霸 壓抑別人的政治的 這種情形弄出來 綠的還天天唱悲情 所以我說這兩個得獎很好 他們除了為他們兩個賀喜之外 把這個問題凸顯 讓綠的尷尬萬分 這是他們帶來的另外一個貢獻